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推动力 人工智能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 机器将不再是单纯的工具 而是有可能帮助甚至部分替代人进行决策 只有建立完善的人工智能伦理规范 处理好机器与人的新关系 我们才能够更多地获得人工智能红利 让技术造福人类 建议由政府主管部门牵头 组织跨学科领域的行业专家 人工智能企业代表 行业用户和公众等相关方 开展人工智能伦理研究的顶层设计 促进民生福祉改善 推进行业健康发展 掌握新一轮技术革命的主动权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